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音乐家吕思青登上了这个音乐舞台 当他拉响第一个音符 全场一片掌声 这个作品就是中国的第一首小批琴协奏曲《梁祝》 那个晚会叫Bravo 向中国喝茶 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情感想要回来到这里 吕思青第一句拉响 下面叫掌声 那是真实上雷动 那个掌声从山后面传过来 一浪一浪地回过来 所以那时候这是我最激动的一次听到的梁祝的喝茶 陈刚作曲家 1959年大跃进时代 两个家庭出身文化背景 性格情趣迥然相逸的青年 竟然天衣无缝地合作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梁祝》 陈刚1935年生于上海 是一代歌仙陈歌新之子 从七岁起 陈歌新就为他聘请了一位匈牙利级钢琴教师 教授他学习音乐 虽然从小就在艺术氛围中长大 但在陈刚又年的记忆里 音乐只是一双长着长毛的大手和无情的咆哮 那时候的陈刚并不想做一个音乐家 我很喜欢文学 常常做文学的梦 那时候作文的时候常常有个题目 叫《我的志愿》 我做过好几次 但是我的开头是一样的 我不愿做大官 也不愿发大财 只愿做一个大文学家 那时候我记得我常常喜欢躺在草地上 朗诵《海逆的诗》 《泰国尔的诗》 《海逆诗》中的句 我现在背得出 星星们动也不动 高高地悬在空中 千万年辈此相忘 怀着爱情的苦头 1947年导演陈里廷拍摄电影《遥远的爱》 作为上海滩有名的作曲家 陈歌辛利用工作关系 为自己的孩子们争取了两个角色 影片里 这两个一闪而过的孩子 就是陈刚和他的大弟弟 1948年 13岁的陈刚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吻世了》 小说的名字叫《残脚归来戏》 为什么叫《残脚归来戏》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在中学初三折 有个校工叫《老河》 他脚很长嘛 河南来的 那我通常谈话的时候 就是觉得他们真苦啊 从乡下来 就是同情劳工苦嘛 就写这个小说 这个时候《残脚归来戏》 1947年 陈歌辛应下眼的邀请 与妻子金交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父母亲的离开 使陈刚获得了短暂的自由 所以解放 一解放了第一天 我就上街了 上去发传弹曲 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沿岸路的中间 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坦克 就停在这里 谁过去就打谁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扑在地上 这样过去 过去后呢 就散发那个传弹 那个上海解放了以后 5月份解放了 我8月3号就参军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 怀着一股少年的狂热 14岁的陈刚 偷偷地把毕业证上的14岁 改成了18岁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天报名那天特别有趣 前面有很多人不同 有年龄大的 有小的 同学差不多大的 那么考官就坐在那 就一个个人问 在我前面那个孩子呢 我一看就同学差不多大 考官就问 你几岁啊 想想我是八 考官就笑笑说 你18岁说什么呢 他说不出来了 同学一样是冒错的 我感觉到后面去问 18岁说什么的 因为我说猪的嘛 那一年就问 不是说猪的 碰到我的时候 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就这么混进去 14岁的陈刚 就这样混入了革命队伍 现在的陈刚 依然能清晰地记得 从军后唱的第一首歌 吃的第一顿饭 和穿的第一双鞋 你们可能看过那个电影 《霓虹的死下的烧饼》 里面有个连长 指挥的时候就唱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这个我们那个 就是这样 那个区长指挥就是这样 《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那个时候 绝对指挥不出来 不是现在指挥 《解放军的天》 不是那样 就当《解放军的天》 是豪然自欺的 青年参加革命 《解放军的天》 一看第一顿饭 很兴奋 为什么 热气腾腾 香气颇别 我近身也看不清楚 就是热气上了 就很兴奋地咬了一碗饭 一咬怎么咬不动呢 再看这是小米饭 我以为是蛋炒饭 一个上海的孩子 从来没吃过小米饭 见也没见过 这是我吃第一顿饭 最使我难忘的是 我穿在地上鞋 那个是部队发的 那个鞋子是布鞋 但是比皮鞋还厚 还要硬的布鞋 山东的脑袋一样 是一针一线把它纳出来 所以当时穿的时候 是非常感动的 后来若干净以后 我再到山东交通去的时候 我更感动 就我看到那个田羹里面 那个种田呢 全是老人 妇女 那个年轻人都上战场 很多人都牺牲了 陈刚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 在部队里满怀豪情 斗志昂扬 他梦想着有一天 能够到最前线去参加战斗 亲手消灭几个美国鬼子 但由于天生的眼睛近视 无奈之下 他只好当了一名文艺战士 因为体检一检 他说我近视也不要我 回部队我的指导员 是个女的叫苏醒 我记得 梳了个短头发 她说你不是学过钢琴吗 在家里 我们培养你到文库上去 这样我一下子就跑到文库上去 这个时候呢 我在15岁的时候就写了我第一个歌 这个歌叫《抗美一场事》 叫《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 词也是我写的 写了以后呢 寄给我爸爸 我爸爸呢 就转到解放日报 居然还发表了 还拿到五块钱稿费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通过书信来往 父亲陈歌欣 开始教自己的儿子陈刚 学习音乐 我记得我在海岛上演出的时候 在部队演出的时候 那时候奔弹琴嘛 部队上 我的任务就是打那个茶 打茶都是最要紧的时候 啪一下 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儿了 那我做什么 就在海岛演出的时候 风很大 墨布的先前 就叫我用个大石头 压着到墨布 那我压在墨布上 就做和声铁军 就我爸爸给我的铁军 我知道 我非常用功的 那时候我如饥如可去 远在香港的父亲 通过书信的帮助 使陈刚找回了自己 对音乐的感觉 但此时的陈刚 却突然发现自己 还只是个徘徊在音乐殿堂外的门外汉 也就在这一年 陈歌星和金娇丽 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最小的时候他给我讲个故事 他说有的人最喜欢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中 只喜欢巴哈 然后他每天听的是巴哈 看的是巴哈 做梦也是巴哈 在自己床前面 挂了一个大的画像 也是巴哈 有一天在这个巴哈 从画像里走下来头来讲 孩子啊 你不能光听我的音乐 之前那么多好的音乐 你都应该听啊 陈刚说 历史老人总爱与他开玩笑 当怀着文学梦时 却将他抛进了军营 而在他一心想革命时 又将他转进了文工团和音乐学院 1955年秋天 陈刚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做曲系 这样呢 我就一下子呢 从这个胡同又跑到另外一胡同 本来文学梦没做成 就做革命梦 革命梦呢 到了文工团一下去到音乐学院 然后我才正式的 步入音乐殿堂 两年后 当陈刚徜徉于音乐的殿堂时 1957年的运动来了 父亲陈歌星被打成了右派 送往安徽白毛岭农场劳动改造 他的罪名不是大名大放 而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 创作了大量的黄色爱情歌曲 陈刚从红小鬼 变成了右派的儿子 1959年 24岁的陈刚 此时已经是上海音乐学院 四年级的学生 由于正逢国庆十周年 上海音乐学院决定 创作出一部出色的小提琴协奏曲 为国庆献立 当时报的题目是三个题目 第一个是余林娜提出 要大量钢铁 你们想一想 这个小提琴协奏 写成大量钢铁 这个大概是写不成的 第二个省西区提出来 写女明兵 最后呢 何正要提出 他因为在一集团工作过 那么加上了 作为一个补充的项目 梁山博与助英台 他决定让陈刚参与创作 但创作组对陈刚的家庭出身 提出了质疑 这是个县力作品 那怎么可以 何正好是共产党员 但是我是个右派的儿子 怎么可以一个右派的儿子 参与这个县力作品呢 那么当时讨论的时候 也是闷不坚持 他说他父亲是他父亲的问题 他表现挺好的 在创作梁柱的日子里 为了躲避外界的压力 陈刚经常把自己 关在琴房里 用钢琴宣泄着心中的苦闷 一天 他在琴房里 看到了一个姑娘的照片 他被深深吸引了 经过四处打听 他终于在同学那里 问到了姑娘的地址 也是一种爱情的 喜悦就表白吧 写完以后呢 那个女孩子就从北京来看过 看我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大家非常激动 因为看到的不是照片中的人 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们终于见面了 而且他只是在听到了两座以后 从北京飞过来 飞过来以后呢 一见面以后呢 就是大家很激动 觉得我们 就是这个 我还是在着 我真的好 我还是在讨厌 今天 是那个 我还是在这里 那边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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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男性的作为这些六百 看到每个眼睛 都散出那种激动的感动的眼泪化 梁柱的首演让大家记住了18岁的余丽娜 记住了陈刚和何战豪 记住了这首缠绵翡翠的协奏曲 但此时的陈刚却并没有因此而高兴 相反他的心情却变得越来越沉重 原因来自于他自己的爱情 然后第二天这个悲剧就开始发生 他的哥哥都在上海 他们是在政府部门里工作 他们是坚决反对 他说你是个共产党员的孩子 怎么可以同一个右派的儿子相好呢 所以他呢也在很无奈很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两人就匆匆分开 为了欣赏人 陈刚追到北京 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的结果 1960年陈刚再次去看望了 这位心爱的姑娘 1960年夏天 我放假的时候 又飞到北京 又要到街 那个时候我们最后次见面 又是在北京公园 北京公园的时候呢 大家已经觉得是绝望了 已经不可能再挽回 那么他呢就送了把石头给我 我想大概是海枯石烂 心不死 那当然是大家默默无言相对的时候 那个白塔上面正好在放音乐 也正好是在放梁柱 而且是放梁柱中的楼台会 陈刚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遭遇 与一千八百多年前 梁柱同样命运的爱情悲剧 在传授中间 梁山坡的坟上 说飞翔走 并不是彩蝶 而是黑色的蝴蝶 所以我们是一首黑色阿门曲 所以呢这个我和梁柱是同命运 而且这个命运呢就继续到后来 因为当时你知道梁柱一出来以后 第二天就传遍了中国 在首演的第二天 梁柱通过无线电传遍了中国 也传到了安徽白毛岭农场 满心欢喜的父亲陈歌欣 写了一封家书 希望能得到一份 由儿子亲笔签名的总谱放在身边 留作纪念 这是一个很低很低的 对儿子的要求 但是谱子带去 我不敢签名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觉得整个的人性都被扭曲 连父亲和儿子都没有 梁柱之后 陈刚一直想在音乐创作上 寻找新的突破 1963年 他在为喜剧电影《求迷作曲》时 尝试将中国的戏曲过门 《明歌》 与西方的现代作曲技巧 交响爵士手法 相结合进行创作 可电影还没有上映 这首音乐就被打成 离经叛道的现代派的协作 喜剧变成悲剧 28岁的陈刚 也因此被分配到 大别山 劳动断裂 在大别山的日子里 陈刚与一位老红军朝夕相处 在那些日子里 陈刚的工作就是为了一顿温饱 每天起早摸黑 上山看柴 这顿什么叫饭 是什么饭呢 我们南方叫面嘎嘎 就是面糊放在水里面 哪些一块就嘎嘎 它叫面子子 这老鼠的死一样 嘎嘎不起来 这做出来就是一粒一粒的死 像老鼠的死 一碗面子子加一根葱 这是我们一天 我们两个人的粮食 在后来的文章中 陈刚把这条小路 称作魔鬼的峡谷 那时的他 每当看到这个残疾的老红军 就会感到格外的温暖 这样我过了三个月 三月不至肉味 最后我还走了那一天 想一眼 他悄悄地到这场去 买了一斤肉 再到山里面 踩了一点 板裂 把裂子炖肉 就在那个锅 罩子里面炖出来 这个锅子 这不是上面 罩头里面 炖出来的那个肉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 最香最甜 最浓的 其中的那个炖肉 1966年 当他从大别山回到上海时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梁筑这样一个反映古典爱情的作品 受到批判 陈刚因此再次遭遇冲击 我的罪名很多嘛 有时候又派了儿子又写了球迷 那么梁筑也是一个罪名 当时报纸上怎么批判梁筑呢 头扳头条 工人听了梁筑 开不动机器 农民听了梁筑呢 举不去出头了 解放军听了呢 枪打歪了 本来要打他 打到你头上去 我们现在听的是一个黑色幽默 我们好像 那个很严肃的 那样的琵琶 能够再次演奏或听到梁筑 成为了所有人的舍宝 这时候的中国只剩下了革命的声音 成千上万的琴童 面临无曲可拉的局面 此时的陈刚则被送入牛棚 接受专政 突然有一天呢 就把我 那日抄家以后呢 就把我押送到我家里去 红尾病 押送去以后呢 就叫我到家里以后呢 把所有的窗打开 然后叫我自己喊 打倒反倒分子 陈刚 在我家里墙上 标语 打倒反倒分子 就是让我自己 侮辱我自己 回忆起那些日子 陈刚说 是音乐留住了他 那时候我们的书和唱片 上交了呢 我就留了一张 麻烂的交相曲 第四交相曲就很清楚 用那个老唱剧 每天滑下批都回来 就听了 第四交相曲的第二一张 是慢的 听着听着就是 像麻烂在安慰人 把这孩子一起过难 都会过去 音乐会回来 一九六九年 在陈刚记忆中的上海 有着十万青铜在学小提琴 那是一个全民小提琴的时代 全民小提琴为什么 他们需要音乐 来安慰他们 第二他们需要生存 为什么你琴拿好了 也许可以到文工团 可以不上山下下 再好一点到样本团 但是没有曲子可以拿 那时候我开玩笑 潘云林是当时的超女 她骑着自信车 过红灯的时候 那个警察说 潘云林 啪 变绿灯过去 你看看当时这个需要 如计如可 由于国外的名曲以及梁柱这样的作品 不能演奏 小提琴演奏家潘云林等人 要求陈刚创作一批新的作品 1973年到1975年的三年时间里 陈刚悄悄地躲在众人的视线之外 写出了苗岭的早晨 金色的炉台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 小提琴独奏曲 这些曲子一出来便风靡全国 我是在没有阳光的年代写了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在没有早晨的时候写了苗年早晨 在没有金色的时候写了金色的炉台 就在那个年代写出了我们心里的颜色 心里的早晨 心里的阳光 文革结束后 梁柱终于又重新回到舞台上 回到人民的中间 所以我想梁柱 它是中国人的一个符号 真正的符号 因为我们争论中国是充满了爱 充满对爱的追求 对爱的自由的追求 对爱充满对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